今天晚上非常荣幸 非常开心的能够请到王黎教授 给大家做一场讲座 大家能看到哈 看到 谢谢郎姐 谢谢各位 还有谢谢我们的秘书长孙小璐老师 那我接着就是主题就今晚内容了 就是这本教材啊 实际上是从那个梁靖山先生那一代 艺术大师包括张大千等等 都会还有一直到现在 学习中国话的人都知道他 谁都会说 你我初学中国话 那什么教材比较好 那么很多老师 第一脑海里概念就是这个戒指缘画谱 然后他在近代史上 就前一讲里面 我们看到了那个梁先生 跟这个齐白石等大师的一些关系 一些关系 那么这本画谱实际上 也是这些大师的一个能学读物 那个时代 比如我今天晚上找了三个 三个近代史上的大师级的人物 比如说齐白石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湘潭那边学木匠 学木匠就是他在学木匠的过程中 突然发觉林里的那个木匠师傅 怎么会比自己的工钱高 工钱高 他就开始动脑筋了 我们从他的这种晚年的字数里面 我们会发现那个齐 这个齐白石先生自属于会成为后面的齐白石 他是一个在年轻的时候 我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会动脑筋的人 非常动脑筋的人 别人的工资高 那我学木匠为什么工资低 那么当时对方就很不屑的看他 跟他说 我是做戏做的 你是只是做做出活 那么齐白石先生就开始 想把自己的薪水再做得更高一点 突然在一个一个做活的一个人家 东家家里发现了戒指缘画谱 20岁左右就发现了戒指缘画谱 他仔细翻阅 然后勾零 勾零了整个勾零 这些戒指缘画谱的勾零本 现在我们在在那个北京画院的美术馆收藏 还能看到 我们通过 假如因为今天晚上线上有很多艺术院校的 那个美术的同学 我们在讨论这个学习绘画中 很多人在在思考自己的方法合不合适 我经常举例齐白石 一种最笨的方法 其实都是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方法 齐白石年轻的时候 是学习这一部戒指缘画谱的 那么我们中国美术学院国画 国画系的应该说创始人 也是整个教学的一个灵魂人物 他在年轻的时候 14岁在县城 浙江省的林海县县县城 读书的时候 在文具店里买到一本戒指缘画谱 成为他学画的一个老师 我们仔细去研究 潘天寿一辈子的绘画 虽然他后面成为一代大师 他的风格很显著 但我们在他的画面里面 也能寻找到很多戒指缘画谱的痕迹 甚至有几张人卧画 有一张人卧技工和大象 几乎是戒指缘画谱的一个变体 但是在很多 因为我们中国的人 他讲有感恩之心 就经常在年轻的时候 获益的时候 他晚年也会发现 戒指缘画谱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从很多近代美术 一些大家那边 看不到对戒指缘画谱的诟病 到反而是在潘天寿这边 他晚年曾经接受杭州大学的一个教授 叫陆坚先生的采访 他里面谈到了戒指缘画谱的一个缺点 就是戒指缘画谱是适应的 他会有些他会套适应 但是既无颜色又无浓淡 对着灵每每发生困难 这是我看到近代美术史大家里面 对他赞扬的很多 感恩的很多 点的大概我暂时还就看到这一条 那么还有这个近代 那么这个年龄段应该比 比这个齐白石先生 黄冰红先生再晚 再晚晚一辈的 洛言少还有贺天剑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比如说洛言少先生是在 洛言少先生是在12岁的时候 在上海边上家定的南乡公寺 开始学习这个绘画的 那么当时的也是得到一本 蛇印本的戒指缘画谱 卢获自保 在他的那个陆言少 山水画字述里面 就聊到当时真是卢获自保 卢基色可的领悟 从此走上了一个绘画的道路 另外一个上海话坛的也是领袖级的人物 就是贺天剑先生 我们在上海国画院梳理他们的院室的时候 他们当时就成立上海国画院 也在讨论究竟谁当院长 贺天剑等都是一些备选人物 那么贺天剑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的里面 他是相对条件比较好 因为他的老家是在长熟 长熟是鱼米之乡 在晚清民国的时候经济比较发达 然后诗人收藏非常非常丰厚 那么他在年轻学画的时候 能够看到四王 甚至晚明董奇昌他们的作品 那么类似于像贺天剑这样 能够看到晚明的作品 以及清初的这些四大家的作品的 应该说在全国是先见的 那么年轻的时候 就能看到收藏的这些作品 那么他在近代史上影响那么大 他其实这套画谱的产生 也在清中起 那么当时的署名作者叫王盖 那么这个王盖在年轻的时候 是在南京向董贤 一个晚明清初的一个画家 龚贤 金陵八大家之一吧 龚贤学习山水画 那么他仍是浙江家新人 那么我们很少看到这个王盖的作品 我经常也很很有疑问 就是说这些编辑 这些的作者 他本人的绘画水平是怎么样 但是我到现在没有看到过 王盖留下来的 因为对于晚明和清初 以及清中期来说 只要稍有名气的画家 现在还是容易看到的 容易看到的 因为时间并不长 清也就是三百年 在三四百年的历史 就像文艺复兴以后 这些东西看到的 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王盖实际上 在那个时代 应该说不是一流的画家 在中国美术家词典中提到 王盖的绘画水平时 穷快以取势 苍见或固执 而充和不足 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说苍见固执 充和不足 就说明 用我们绘画同行的人来 来理解的话 就说明他画画的胆子很大 比较猛 但是他的画不够含蓄 实际上在我们现代的美术教育中 我们经常也会聊到 我记得有几次在北京做展览 中央美术学院的张立成老师 也聊到 他说老先生 他说往往学院派的画家胆子小 因为他学的理论很多 懂得记得道理很多 但是反而被这些理论的学习拘谨了 反而是社会自学的画家 胆子很大 但是画画相对会出造 那么这个王盖实际上 也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王盖在编辑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对于那个时代来说 是一个活 从画史对王盖的评价 和他没有留下作品来说 也就是说一个康熙年纪的人 作为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说明他在中国绘画史上 并不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如果是著名的画家的话 那么他应该是留下一些作品的 他只是受到书商省心有的邀请 以明代 李刘芳的三水画为蓝本 编辑一本初级的一个教材 其实他们在当时编辑的支出 只是为了赚钱 为了做一个普及本的教材 他们是没有想到 想到后面会尝试这么久 影响这么大 李刘芳 他的蓝本的一个画家 李刘芳是明代的一个 晚明的一个画家 在加定 合称加定士先生 跟董奇昌 穆斯隆是好朋友 反而是模仿的李刘芳 应该是在美术史上 是极其有地位的 古代的中国跟现代不一样 现代城市集中化程度比较高 其实上个世纪 一个世纪以来 就是这个城市化变化 就是那个文化的中心 往往集中在大城市 中小型城市 以及到现城 那么我们古代儒家文化 所留下来的那种 世生文化和乡生文化 几乎消失殆尽 在中国古代 有一个成功人士 仿佛乡礼的一个传统 就是说成名的人 成功的人 在京城做官 他们退休以后 基本上是回到老家 这些人回到老家以后 他们会反腐乡礼 做教学修路 医药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董奇昌 也就是那个时代 当然董奇昌 我们现在看到董奇昌的传 董奇昌的很多记录 也有他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是另外一个 研究范畴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李渔的女婿 叫沈欣 沈欣游 就邀请了王盖 编撰了一套山水画谱 这个山水画谱 出现的时候只有山水的五卷 在康熙18年 就1679年 这个时候实际上 传教士已经开始陆续进入 开始陆续进入中国了 然后一出来以后 商业上特别成功 又开始做了第二级 梅兰竹菊 就花鸟的 那么第三级 开始是花卉 草丛 花木 蝙鸟等 等四卷本 那么在王盖生前 也就做了山水和花鸟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人物 实际上是后来 因为它的市场的需要 把丁稿的写真秘诀 还有晚笑堂画传 等人物画谱归过去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人三花非常全的 这个戒指缘画谱 实际上是多代人的一个和谱 那么为什么叫戒指缘画谱呢 戒指缘画谱实际上是 戒指缘是那个李渝 也是我们这个南京山先生的同乡 李渝先生的一个园林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 因为他的戒指缘很有名 我们就模糊了李渝在各地建园 李渝他自己是很自负 他在戏曲史上特别有地位 但他很自负的是自己造园 他年轻的时候 在南西老家见过一个园林 后面中年的时候 在杭州也见过 那么最有名的是 在南京建的这个戒指缘 戒指缘的意思 也就是戒指那须弥的意思 就戒指里面能融下须弥山 就是也是小中建大的 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我今天晚上实际上 想跟大家分享的核心的核心 是戒指缘画谱里面一篇几千字的文章 我做了一个栽录 就是化学潜说 就是我开场白里面也讨论了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 郎静山先生面对他的激景化 实际上是他所面对的摄影世界 是一个世界文化范畴的世界 一个领域 那么郎静山先生在思考他的摄影 在世界文化领域 怎么展现中国摄影家风采的时候 他的思想资源和他的审美资源 他就很容易的从他的自己的强项 他的文人化的理解 传统美学的一种思考 寻找资源 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 对传统绘画的一个思考 跟他们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那么反而我们现在来读 化学潜说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理解 郎静山先生那一代人 是怎么来 从这个传统绘画里面 寻找美学资源的 从资料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郎静山先生的一个 一些思考 他给人讲摄影的时候 经常讲到一些绘画史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第一章里面 一开始他就讲了 就是陆才是 陆才是谁 实际上不可考 但是很可能是 这个介子元画谱的 这个编撰者 王盖的一个笔名吧 中国古人啊 他有点谦虚 他不会说我说 他会取一个笔名 随随随随说 那王盖的老师 拱行叫财账仗人 这边取了一个陆才是 他说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陆才是说 论话或上凡 或上减 凡非也 减非也 或未之不易 或未之难 难非也 亦亦非也 或贵有法 或贵无法 无法非也 总有法更法也 为先规矩生言 而后超神竞变 有法之极归于无法 其实明清的文言文啊 现在读还是容易懂的 就讲简单一点点 就是这段文字啊 就讲简单一点 就是减凡 就是我们画画 画面的减凡关系 有人说画画多一点 复杂点好呢 还是少一点好 多不是 就是多的凡也好 减也好 这个时候就我们也回到摄影欣赏里 究竟比如极紧摄影 要加很多内容 还是很极简的留白 极简的留白 其实古人对这个文人化 对传统绘画的理解 他并没有用多少来判定好坏 那么难易呢 难易呢 就是技术的难度呢 那么技术的难度和技术的简易 技术很丰富 很难也好 技术简单也可以 最后又谈到了 关于法度生言的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画 他有很多要求 评判的要求 法度生言 到最后追求超神静变 你不管画得多画得少 你技术很复杂 还是你很简单 但是我们所追求的 还是超神静变 那么这种假如是以传统文人化 为资源的激进摄影 我相信他有法之极归于无法 这是传统讨论这个一个绘画上面的一个内容 那回回观到摄影上也是用得到用得到的 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聊聊这个极景摄影的时候 大家很重视的是很可能是可以聊的这一部分 可以聊的部分是什么呢 是他的暗房和是他的技术 是他的构图 是他的技术因素 实际上我们艺术里面 还有不可聊的这一部分 不可聊的这一部分 正是我们经常 今天晚上所聊的这一部分 留下来的那些内容 那么这个化学潜说里面 还有还提到 就欲先无法必先有法 这个规律 其实各个领域都有 你想后面超出这种这种变化 超出这种规范要求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学习方法 欲益先难 你想容易的话 要先容易 就想追求超越这个超越这个超神静变 得先有法 欲练 欲练比渐进 必先繁柔 就是你想简洁的话 必先学会加做加法 不能一开始上来就做减法 当技术讨论以后 这个化学潜说里面 又谈到了这个审美的一个要求 这个中国化审美要求里面 最多我们最多最常见的就是六法 六法 六法 六药 六肠 六病 12G 12G这些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重心讲一讲这个六法 六法也是 男先生在各地做摄影讲座的时候 经常提到的 就六法其实是在作为今天晚上在听的那个美术生来说 美术同行来说 实际上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六法就是弃云生动 国法用笔 印卧向行 随类付财 经营位置 传移摩写 我简单说一下弃云生动 这是一个绘画中精神品质的要求 那么国法用笔是用线技术的一个要求 当然国法用笔里面还有审美 还有审美的一个因素 那么我们因为国法用笔很难理解 但是我们在讨论绘画中 特别我们做教学工作的 我们不愿意把很多有点磨灵两可的东西神话 我们总是慢慢的跟人聊 特别我在有些院校给西方的一些热爱中国绘画的朋友上课的时候 他们经常在画画中拉着毛笔 在宣纸上接触的时候 那个笔尖一碰宣纸 噗的一声 那个盛开了 我课堂中经常 第一堂这个 给西方人的这个国画课 只见教室里不停的 噗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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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些老外说 这个毛笔怎么像在玻璃上滑似的 就是这时候就是实际上 一个不是一个文化背景的人 刚开始涉足这一方面 往往会有一个文化中间的一个差异 那么中国人因为从小 就是老一辈中国人 从小写毛笔字 那么他对这个技法的掌握 其实很快都已经解决问题了 因为有前面盟学的那个书法的基础 还有古诗词的基础 再来到他到七八岁到十几岁 对画画感兴趣 实际上他们面对传统画画的学习的 第一步和第二步 跟我们一上来就是中国画的背景 是不一样的 当然中国人血液里的传统文化 传承的一种认知 肯定比西方策畅的白种人 肯定要好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我给老外上课的时候 我经常说 我们画画就是所谓的用笔 你就慢一点 习笔慢一点 行笔慢一点 中断行笔慢一点 实际上做到这三点 我们能在初步做到一个国法用笔吧 这个理解 第三点是硬卧相形 硬卧相形就是把对象画到紫面的人力 这个能力实际上在摄影上是不存在的 摄影一曝光一下就把这个东西过来了 我相信从摄影角度来 取法这个传统绘画的审美 在这六法里面 更多的应该是气韵生动 在这一块里面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第五个 第六五个经营位置 经营位置是像中国画的构图 和假如是从传统绘画往西起的经营位置 应该有非常多的共同支出 那么这个六法的第六法 残模仪写 残模仪写是有临摹的因素 有把现实对象转到画面来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是六法中 我们能思考的是什么 那么郎先生面对六法中 他究竟取了哪一些 我们后面还可以看到 郎先生在上课的时候 讲六法的一些老照片 那么这里面宋代 南齐谢赫谈到六法 我也很好奇 中国艺术有很多东西 包括中国武术 包括中国的医学 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多高要求是很早就立下的 我们后面都是不停的阐述 就像好像宪法已经规定了 我们是宪法的修正案 那么你这个修正案丰富到什么程度 决定了你这个水平 那么你看宋代的刘道成 所谈的六要 六要其实是六法的另外一个提法 也就是他在宋代把南齐谢赫的六法 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阐述了 气运建立一要也 实际上气运建立 格子聚老二要也 便义合理三要也 彩慧永泽四要也 来去去来自然五要也 思学舍短六要也 就是把气运生动加国法用笔 加在一起 是二要时讲格局多 要老到要老辣 那么这个又是个审美的了 就是他在演绎这个六法的时候 他把审美的某些东西 建立进去了 就让你一个人画画要有气魄 用笔要老辣 画画格局要大 就像我们画画的时候 就是我们画画的时候 甚至我们教学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提醒同学们 宁愿不要太拘谨太小心 胆子大一点 我经常在课堂上也讨论 什么是粗犷 什么是粗糙 当你技法支撑起来了 然后你建立在你的认识上 就是粗犷 那你没有一定的认识 随便乱化是粗糙 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古人的 古人的这个画论里面 格子聚老 便义合理 彩慧有责 这彩慧有责 实际上就是六法中的 随类负财 那么彩慧有责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讲润责 对于这个词啊 大家要重视 这责字就是实际上是水责 那么我们在审美上思考 就是这种润味 润味 黄斌红题画里面 常看到的就是干烈秋风 润寒春雨 就是然后我记得四王的绘画里面 王元祺还有一方印 叫做仓润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仓就是有干的意思 有老辣的意思 而润又是责润的意思 那么我们中国 中国人讨论问题 总是把矛盾题 放在一个方向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讨论艺术的时候啊 就是说中国人太习惯 用一分为二的这个词 实际上我们当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 或者我们看的东西 开始更多以后 会觉得一分为二这个词 问题很大很大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啊 是一分为一万 它有各种各样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 讲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一会一分为二 会把事情简单化 但是我们当我们很固执的 只有 你要一分为二等没有的时候 我们思考问题就出现更多了 那么我在这个郎姐提供的资料里面 放很亲切的发现了这个中年的 郎靖三先生在台湾的六桂堂 讲解这个今天晚上我造本宣科的气韵生动 我相信啊 郎先生假如来讲 哎呀 那个旧式文人 那个时代文人 而且我面对郎先生 我觉得有点感慨 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大师 他面对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场合 但是他穿着长衫 讲着传统文化中 南唐泄鹤的七云生动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啊 这是让我好像是很矛盾 又很有感情的一个话题 那么这是绘画里面的一个好的一面 实际上在这个戒指缘画图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他提醒大家 绘画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一面 这个不好的一面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什么地方 古人也是已经说了 就已经说了 其实我们现在讨论问题啊 要审美立场要先有 你从什么角度看问题 与文化有关的审美立场 也就是跟我们教育有关的 我们现在的 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思考我们自己的 这个教育前置 我总觉得我自己的教育前置 是偏息的 我相信就我所理解的这个深度啊 是很难达到 很难达到一个 一个就是传统文人所能达到的 但我也暗自轻信 就是我们中国的汉字没有断 就是我们要去学习 要去研究的时候 文字还在 我们文字摆在那边 古人讲什么的时候 如在耳边 就如在耳边 就是谢赫他讲六法 或者这刘道成讲六要 真是在耳边 还是发生 只是我理解不同 而理解深度不一样 我的解读实际上不一样 那么在美术界这十几年 在教学中也出现各种各样的 一个讨论和争论吧 这比较浅显的就是 中国化教学中 有人提出来 树苗害死人 等等等等 这我在其他艺术院校里 做讲座 经常在讲座结束的时候 会有同学来提这个问题 那么我的立场是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的前置实际上是 偏西方文化的 那么我们已经是 这是一个基层的现实 那么我们在面对 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比较反对的是 中西文化 硬碰硬的对立起来 大家都觉得 现在中国化不好的原因 是新学入侵 后害了中国化 我觉得这种观念 还是有点 阶级斗争的观念 对待文化 什么叫阶级斗争的观念呢 阶级斗争的观念 就是非黑即白 那种矛盾的碰撞 是没有余地的 而文化的碰撞 有太多的可能性 实际上里面 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然后他们不仅有 共同的地方 而有他们的分叉点 那么我们后来的学者 或者读书人 去研究的时候 就是寻找那种共同点 和分叉点 那么人类的进步 正是在我们寻找共同点 和在分叉口相互问候 和捉摸的时候 或许下个路口又相见 而拥抱 而不是一上来 就当我们对西方 也读得不够透 对东方又 研究不深的时候 开始用西方来抵制东方 或者用东方文化来 提抗西方 这种简单的民族主义 是我在教学中比较反对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面对古代文献 真是谢天谢地 我们想象那个印度人 那个凡文 那个早期凡文 已经看不懂了 再想想 两河流域那些七行文字 后面人也看不懂了 那么再想想 这个欧洲 那个拉丁文 也不是一个普遍交流的 交流的文字 反而是中国人 面对这些文字很方便 你看春秋战国的闪文 再看我们这个 袁明清留下来的话论 实际上还是仔细读 还是容易读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 古人就告诉我们了 你看中国化的病 病在哪里 你看宋代 郭若旭就提出来 三病 就是三病 节系用笔 一是板 板就是很 刻板的板 宛入笔次 全亏取去 全亏取去 那么奥曰克 克运笔中心 那个三四节 就是刻板节 那么这实际上 在中国化里面 是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在 教西方回话里面说 你当你画油画的时候 假如刻板节 也是不可取的 假如我们在 树苗教学中 数学教 数学教学中 这也是不可取的 就是说 实际上在 艺术中 它有很多 共同的地方 包括这个 十二纪 我记得这个 这个三病 我是读到这个 三病的时候 我也很感慨 我在读那个 近代 近代绘画史的 一些文献的时候 那个四川的 那个陈子庄先生 陈子庄的 画语录里面 藏扑人物 我就记得很清楚 他就评价 当代的另外一个 山水画大家 李可燃先生 他说 李可燃先生的作品 刻板节 陈子庄是实际上 这个时代 也是非常有才华的 一个画家 四川啊 经常出现 狂人和义人 陈子庄是一类人 张大谦又是一类人 真是很出现 甚至长玉 也是一类人 都是会出现 这项的奇人 那么李可燃 可以说是 近代绘画史上 把西方绘画 某些优点 融入中国画 最成功的一个人 很多评论家说 他打开了 中国画的一扇窗子 当地席扇门的时候 他打开一扇窗子 但是陈子庄说错了 李可燃问题的另一面 你说陈子庄说的对不对 真是对的 那么当我们 当我们读到这段话论的时候 我心想 陈子庄怎么能够 总结的那么精准和刻薄 把人家的缺点挖的那么深 实际上 古人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 而陈子庄的优点和呈现的问题 又是李可燃的另一端 我们去分析陈子庄的时候 正是李可燃 做到的陈子庄 做不到的这一面 那么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戒指缘画图 我们具体带入这个中国绘画的这些品评要求 这里面 因为我今天提到这个画论前说 我不能一个一个读的时间太长 我挑几条 我们大家都关注的 比如说 还有夏文言提出的三品 中国画中里面叫神品 我们在讨论 不管艺术品的时候 哎呀 真是太精彩了 如神品 这个神品的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要欺人生动 出于天成 出于天成 就是人人感觉到很厉害 是个平凡 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只有天才能天人做到 是神品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种要求 就是就是 神品的要求是笔墨超绝 传染得意 亦去有益者 只有亦去有益者 只能说是妙品 就你做的是一般 大家能感受得到 只是说在人里面 超凡图书 但是你不能达到这种天成 只是妙品 那么另外一个是人品 就得其形 是而不是规矩者 为之人品 就是你技术能力 能把一个东西画像 但是那种生动性又不够强 深入能力是有的 那是那是一个人品 这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些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就是就是我们好像 品评的绘画的这种标准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有共同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还有这个古代 还有艺品 在神庙人里面 这个艺品 古代绘画史里面 有几个画家 比如宋代的冠修 李白行音图 明代的徐温长 然后另外一个 禅艺幽远的穆希 穆希的出现的话 假如不是后来日本得到了 那么与茶道文化碰撞 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评价 我回溯中国美术史 有没有它更高的地位 这也是质疑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 那个普遍的美术史的书写是 明国初年受日本 你说史家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 那古人为什么没有重视他 实际上可以带着一个这个问题 来讨论的 那陆才是又说了 史述成论也 唐朱锦珍于三品之上 更争逆品 就是说在超出这种我们讨论 讨论范围之外 还是有东西可以讨论的 那么艺术 跟讨论艺术就是说 当你标准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局限性也来了 艺术往往它会超出一个标准的 我经常跟朋友聊 我说当不管你超出那个讨论什么的时候 当超凡突熟超出讨论的范畴 它会才会艺术 比如说足球的艺术 拳击的艺术 你把人打趴下来还叫艺术 那就是拳击的艺术 等等等等吧 甚至烧菜烧的有多好 叫烹饪的 烹饪的艺术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给我们的思考 留有更大的空间 现代教育 我们不这么讨论问题的 现代教育是涉及到绘画语言个性问题 风格问题 我们经常聊到的是 还有一些是能不能有没有风格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是西方绘画的一个 一个西方语境中的一种表达方式 那么这个戒指缘画谱 在他开篇用非常简短的语言 把中国古代话论很多内容 从这种六法审美上面的技术上要求 品评 还有这个分钟 就是他的南北钟 南北钟是董奇仓 晚明的一个书写方式 美术史书写方式 还有他这个人卧 人卧的长辅 以及他能辩 能辩这个我是 要跟大家讨论 就中国人讲传诚 但是 但是他对变是怎么 怎么来讨论呢 那戒指缘画谱这个 这个 戒指缘画谱这个 化学潜说里面就 就谈到 就变和不变的关系 或创于前 或守于后 前人担心 后人不善变 哎呀 这个中国人啊 聊这个艺术问题 很幽默 他说前人创造了一个风格 他是担心后面人不争气了 就不会变 于是自己先变了 不然的话 你们后面也不行 弄不好 那么说话很幽默 是唐代人怕后面人不能变 有可能不会善变 我就把他先变了 这个是实际上 聊得很幽默 很含蓄 实际上其实是对后面起着批评 批评的作用的 强调 变者有胆 不变者有识 就是说 你变了 是你有胆子 你确立了一个自己风格 但是你不变的人啊 说明你有认识 你觉得知道传统中有好的 你看我们你看按现在我们大陆的讲法 叫这个正能量 这个你看这个我们古人在书写美硕史 在美硕史的书写里面 也非常也非常有正能量 那么你看这个 我们举列我们这个30年 这个潮流一波一波的 从85新潮 然后那个时候是 从武士新文化运动吧 或者再到后面85新潮 80年的改革开放85新潮 那那个时候真的 当开始求变的时候 那个时候变身压过这个传承的时候 那反传统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我们就要想想古人的话 就是你有没有见识 你千万别反传统的 把传统中好的东西 就叫孩子跟水一起泼走了 那么当你没有能力变的时候 你不停的传承 你传承的究竟是精华呢 还是糟粕 还是糟粕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古代这个画论里面 它是已经开始讨论了 那么这个化学潜说里面 还对中国化一些技术问题 比如说秤啊 名字啊 就用笔的一些名字 甚至山水里面 风卵 西牙 尖 籁 等等这些名字 也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 阐述 那么我也不一一啊 因为一个讲座 记不下那么多东西 但是我们利用这次啊 这次讲座 大家感兴趣的 我们不妨把戒指缘画谱 这一篇化学潜说 拿来读一读 那么我觉得是 所以又省时间 又让你接触那个化学里面 最精锤的这块东西 就我感觉王楷 好像是一个那种 中国古代话论 导读前沿式的一篇 一篇一篇文章 让我们就在简短的里面 了解这个 了解这个 那么在中国化里面 讨论里面 盟学里面 就是一些朋友问我 盟学里面 那我们现在人 怎么看待中国化学习呢 那我总结了一下 实际上我们现在 面对中国化学习 假如是零基础 或者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那么我觉得 一是基本的造型能力 造型问题 二是笔墨理解 三是审美的 雅俗问题 不要太熟悉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 不管是中国化面对 我觉得所有绘画 语言里中都会面对 中国化笔墨问题 是非常难谈的 实际上在化学潜说里面 已经说得很深刻了 我在自己在做 那个口述史研究的时候 口述史记录的时候 我采访了很多 我们自己 我们中国美术学院 前生国立一专 以及浙江美术学院 一些老一辈 接触过这些大师的老先生 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们在面对这个 潘天授那些老先生的时候 怎么聊笔墨问题的 其中有一个叫朱鲍钦的 他是当时国化系的一个班长 在同学的重用下 让他去找潘天授 希望潘天授 给他们班级聊聊 聊聊笔墨问题 但是 潘天授先生 跟他说 笔墨不好谈 我能不能来谈谈构图问题 我们现在能看到 潘天授留下的讲课稿 很多是谈词词 很多是谈构图 真还没有 他在他的话语录里面 有笔墨问题的语句 但是真正讲笔墨课的 当时还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那笔墨问题 但是我又在追问 这一代的那一代老先生 就是说 那笔墨问题不能聊 那怎么办 那么这个朱先生跟我讲 他说千万也不能神话 我们寻找那些 可聊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作为教育工作者 真是要寻找那些 可聊的这一部分 我们才能展开 才能展开更大一个空间 只有把这些 可聊的这一部分 讲清楚以后 我们再来质疑 我们不能聊的这一部分 我们理解多少 那么化学潜说里面 讲到笔墨问题 有笔有墨 笔墨二指 人多不小 化其有无笔墨者 有轮廓而无寸法 为之无笔 你看这画学潜说里面就讲了 有轮廓 画了个外轮廓 里面没有寸法 没有寸法就是没有笔 没有笔 有寸法而不分轻重 相悖明慧 为之无目 这个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说 你那有了寸法 没有渲染 那就是无目 那么这一部分 实际上是 也是我们 一些老先生 讲的可讲的 这一部分 那么笔墨 实际上 没有那么简单 笔墨 比如说 这个近代绘画史的 这也是天花板级的人物 这个黄彬宏先生 他就把用笔 分解成五种 叫平流 原 变 原重变 他实际上把用笔的一个产生的效果 这个用笔要平 用笔要留得住 用笔笔的线条要圆 产生的一个结果来命名的 用笔下笔要重 因为你不重的话就轻了 那么用笔要有变化 用这个来产生 那么这个给我们后代人 去理解这个 理解这个传统的笔墨 这么起码从这个 你看 魏晋南北朝到现在的这种 延伸演绎和丰富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的线索吧 那么 那个戒指缘画谱的后 近代人怎么谈笔墨问题呢 这个时戒指缘画谱 画学潜说里面是这么说 那么黄彬宏是这么说 当时北京也是齐白石的 这个时代 一个比齐白石更年轻的一个画家 叫胡佩恒先生 他在我怎样画三水画里面 也谈到笔墨 他怎么谈的 笔墨是国画的生命 也是国画的灵魂 生命和这个 这个画是很诗意 实际上在教学中 我很害怕碰到这样的词 因为听了很华美 但不容易懂 因为生命和灵魂很重要 具体怎么样需要我们用时间积累的 你给他说这是我的最最最最最重要的生命 那这个笔墨的生命和灵魂 那需要多少年的积累才能体会到 所以说我们在教学中啊 我们还是要把很多东西讲 讲清楚一点点 讲清楚一点 那么这里面就是又谈到了这个幼墨 还有纸张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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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这里面还又 法学潜潜说里面 还谈到一个雅熟问题 雅熟的问题 里面他就讲到笔墨 做笔墨啊 就零有志气 不要四气 就是说笔墨里面 宁愿幼稚一点 也不要迟钝吧 宁愿霸气 不四气 就是宁愿胆子很大 但不要四溃 就是俗气 智者生不生 俗 诗者多俗 俗忧不可轻然 去俗无他 多读书 则书卷气上升 四俗气下降 就是古人啊 就是实际上 晚明的时候 董奇昌他们已经说了 就是俗气不可治 是判死刑的 就是你这个人俗 那是治不了的 但是 但是 戒指缘画谱 这种能学读我 又给了我们希望 就是假如我俗气的话 我可以多读书 多读书以后 当你书卷气上升了 你的四俗气就下降了 那么面对现代社会 对雅俗的评论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广泛的话题 我自己还反思自己 当我讨论雅俗多了 说不准 我是一个很俗的一个人 但是真正的一个雅人 不太会去讨论 这么一个问题的 你看 我又看到一张 郎先生在台北女中 在讲谢和六法 我盯着这个照片 看了好久 究竟在思考着 郎先生在里面讲什么 还好他有一个 一张草图 你看他画的是一个摄影机 面对世界的一个角度 那么我发觉 郎先生很厉害的 还是站在摄影的角度 在讨论六法中 在摄影中的应用 你看这黑板上写着 正常广角空远变形 然后他运用的是 南唐谢和的六法 六法我想里面 我相信他讲的更多的是 气韵生动 还有一个构图问题是 经营位置 经营位置 那么化学潜说里面 也谈到了这个 这个经营位置的 这个问题 比如说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这个天地啊 等等等等 这些实际上 画面构图 就取决于一个创作者 你怎么来处理 这个画面 处理这个画面的 那么接着我讲一讲 就是介质原画图 在这个时代 在清中期产生以后 一直到现在 那么我们现在的 学院教学呢 中国化教学呢 其实现在的中国化教学 已经受早期 南晋山先生那一代 那一代上海滩 上海美专 是最早的中国化教学 新华艺专等等 开始慢慢完善 一开始是西洋化 是直接留学回来的 然后中国化是一些 一些传统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 海归和土鳖吧 就当时从事 学院里面的 中国化教学的 当第一批 学院的海归的 海归的当然是画西化 那么学院教学中 中国化还没有留校的时候 实际上是邀请当时 非常著名的一些 传统化太画家 在学院中从事教学 慢慢开始形成一套 教学模式 那么学院教学的 一个好处是规模化 因为我们一般的 小的班级 十几个人 但是师徒制 充其量 养三个人 再多再多五六个 那么学院教学的好处 我们不能夸张 但是它那种 批量高质量和规范性 它还是有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以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 浙江美术学院 这个为例 来讨讨论一下 这个我们对戒指缘画谱的运用 就像那个时代 中国美术学院的 山水画教学 它二年级就开始运用 这个陆延绍临摹的 课图画稿 这一批课图画稿 现在在大陆 市面上 各种版本都买得到 还有这个顾昆博先生 都是上海滩成长起来的 艺术家 民族成长起来的艺术家 他们都有一定的旧学底子 陆延绍实际上是 是那个 戒指缘画谱 还有跟晚清汉林 学的诗词词张 我所了解的那一代 中国画家里面 陆延绍的文笔文章 写辅的能力是比较好的 其他还没有看呢 那么有些写的不太好 但他很尊重这一块 比如说 比如有些画家写了自己的诗 写了诗词 他会请同时代的行家 专家修改 我们看到 吴昌硕请朱中原修改 甚至他来不及 对方要订单的时候 要求画画 而且还要求做诗 这个时候他 而且还要求 三个要求 还有上款 那么这个时候的画价是最高的 那么他自己来不及做 写一封信 请同城市上海滩的朋友 朱中原 还有其他杨健 等等其他同时代的诗人 词人吧 给他写代笔写诗 这也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回过来看 这个顾坤博画 路言少画谱里面 顾坤博画谱里面 他们用笔墨的方式来 解读 那个戒指缘画谱 实际上我们从 我们沾了现代印刷的一个好处 我们不仅看到了 戒指缘画谱的这种 对传统山水画 树法的那种各种叶子的分类 也看到了笔墨的浓淡深浅 实际上在开始 潘天寿先生在晚年 回忆的这个 讲座开始提到 潘天寿在晚年提出这个 戒指缘画谱的狗病的时候 就说 哎呀 戒指缘画谱只能看到的形 看不到这个笔墨变化 实际上艺术的学习啊 我们千万不能学了 A再学B 实际上从构图能力 造型能力 实际上还有这个笔墨的 深浅的能力是同时学的 并不是说我们把形状画像了 再开始研究笔墨问题 不是这么回事 它这条船是有好多部件 同时往前的 我们所谓的循序渐进的 它教学法 并不是说把这个零件 拆开以后学着 还是一个整体的一只船 往前走 那么这个PPT上 这个 潘天寿上这个 这个顾坤博的这个画稿 右边就是 戒指缘画谱的这个术实法 术实法 那么主编这一张 就是它的术实法 运用到这个写生里面 这个毛平道中 井冈山毛平 那一带的一个风景 我这个时候还看到这个 陆延绍画稿的这个序 画稿里面 这些 这些术法 你看它边上的文字 基本上跟 跟这个戒指缘画谱的提示 是一样一样的 甚至陆延绍先生 更仔细的在 我们右上方 中间的这个术里面 他还画标注了 哪一笔是第一笔 一二三四是怎么走的 戒指缘就是 中国画山水画术 一般是从中间开始 往上再往下 然后用笔的方向 基本上是按直卧 就是树的生长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规律来 顺势而长的 那么我们没有学过 山水画的人 他会倒着 倒着用笔 根本就是不顺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 回到这个戒指缘画谱的 那个原创人员 就是当时的王盖 是以晚名的李流芳的 山水画南本为南本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李流芳 是前面这个 拉育卢裔的这个人 育卢裔的这个人 当时 你看这个是当时的 这个肖像画家画的画 非常像 非常像 当时的人的 长得怎么样 那么我们再找出 李流芳的原作 因为现在的这个摄影 图像的发达 你看 李流芳的原作 上海博物馆 台北 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都能都能看到 当时的一线 一线画家吧 应该说 晚名是非常著名的 著名的画家 他用的笔墨是在董奇昌 受董在董奇昌 这个风格范围内 但是戒指缘画谱里面 他讲解的黄之久 黄公望黄之久的绘画 你看他那种 根本完全完全是不一样的 整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在讨论 戒指缘画谱的优点的时候 我们还要发现 我们现在面对戒指缘画谱的时候 我们学习什么 它的优点在哪里 它的缺陷在哪里 它的缺陷就 它实际上 因为乾隆年间 一直到明初 实际上明初已经有那个舌版了 已经有玻璃版的影印了 当时很多我们看到 扬州八国金龙 金东兴啊等等 那种玻璃版的作品 已经是有浓淡变化 因为当时这种玻璃版的印刷 不是很普遍 所以说这种舌版的 这个木板 用舌版印的这个 这个印刷 还是比较方便 所以在明初还是很普遍 一直到80年 就是我小的时候 70年代末期 80年代初 我还是用这个戒指缘画 是因为当时这个文革以后 这个戒板业不是太发达 那么到后面 就是现在就各种画册 甚至我们故宫长画集 等等等等 很丰富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礼堂的万赫 比如说礼堂这张 这张万赫松丰图 是将我们奥璇社的 这个仿真印刷 以及我们现在国内的 那种仿真印刷 元大仿真印刷 已经已经极其 极其精妙了 就是叫做 谢子柳先生的说法 叫下征集一等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我们面对教材的选择 那么刚前面也提到这个三水化教学的学院化 那么实际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生 浙江美术学院的三水化教学 是一件是以顾坤博和陆延绍 他们两个人是住几基者 是他们来决定这个整个本科四年 是怎么学习三水化的 他们定下来以后 他们一开始是以自己的课图稿为蓝本 一年级的课程 慢慢到二年级就开始学习明代中期 而并不是像陆延绍 陆延绍他说过一句话 陆延绍先生说 我们中国化欣赏 在博物馆看展览 最好是倒着看 就是说我们从晚清 清中期 这个扬州八怪的 再看到晚明 再看到这个无门的明中期 再看到明初 明初的 再看到这个元代的 这个时候就叫做渐入价境 就像吃甘蔗 从头上先吃 吃到根部 越吃越甜 但越吃越硬 硬的一个意思就是不好理解 就是越远的 它确实好 中国古代绘画 就像经常大家讨论到 就是张大千先生跟灯煌的关系 当时就有留下来 张大千先生 把那个灯煌前面的话撬了 要找后面的话 实际上这是跟明 那个明初 明初对那个唐 唐代绘画的那种 那种无限追求是有关的 因为唐代绘画的原作 不好看不到 不太看得到 那么张大千先生到了灯煌以后 有这么个机会 然后当时的保护制度等等 各方面又不是那么健全 而觉得前面那种比较 后期加进去的比较残破的 那就翘翘掉了 按现在的文物观念来说 保护来说又存在很多问题 那么我总觉得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具体寻找到一个时间节点 他本人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旁边人是怎么看待的 那个时代的面对文物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后人怎么面对这个 是可以细化的一个 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今天晚上就是我讲到的是 这个一是介绍原画谱 对近代画家的理解 二是介绍原画谱 画学潜说里面聊什么 三是这个国画教学的这个学院画 那么我中间也提到了 近代画家受益于他 也后面也反思 那么怎么来评论介绍原画谱 实际上我就想起了这个 这个余少颂有一句话 就是余化道不为无功 就是说你看余少颂也是 那个明初北洋政府的一个政法 一个政法专家吧 但是他是那个时代的顶级的美术理论家 美术史家 也是顶级的书画家书法家 那么他是留学日本学的 当了北洋政府的司法部的次长 后面南下晚年在杭州生活的这么一个理论大家 他的评论是余化道不为无功 实际上是很含蓄的 他也谈到了就提到了他的有意的这一块 但是他也没有无底线的说他怎么怎么好 好到什么程度 那么我们要用现在的眼光来思考 思考这个余化道不为无功 这么简洁明了的那么一个谈的方式 评价方式 那么我自己是中国话出身的 谈到中国话实际上我也很畏惧 很畏惧是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人跟传统文化的这个格 还有现代人怎么来思考 思考传统文化 我们究竟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在讨论一个对象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对象的 但我自己接受对象的那个知识前置在哪里 是他的百分比是在哪里 实际上很很能决定自己的认识的 那么那么面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们有这种格 那么我们面对这个南静山先生的源于传统文化审美的激情摄影的时候 那我们的格又在哪里 那么这才是我觉得学术年就是有很多空间 很多空间的 那么近代美术史研究个案研究里面 不管张大谦 不管这个黄斌红等等等等 是极个别我觉得是做的深入一点 比如说黄斌红研究这几年的推动下 还有王中秀先生 真的一辈子的生命迫在黄斌红研究上面 以及北京七百十研究 因为有北京化院有中央美院 这样的大的一个学术团体的推动 使这个个案研究相对走入深入一点 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呈现上面 我们只知道这个人很有名很有名 但是他研究的丰富性是不够的 第一也是我们开篇讲到的 就是还停留在同辈人的怀念文章 学生辈的怀念文章 还有建立在同辈人和学生辈的怀念文章里面的一些评价上面 那么他放在这个民初这个思想史的背景里面 还放在当时的这个思潮背景里面 或者他展现展望未来那种 我们面对这个中西文明的一种交融 现代这个现代文明的程度 特别那金山先生 他的摄影就是一个工业化以后的一个产卧 那么他又是一个那么早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会在见到这个述文女士 我们的董事长的时候 我都不太不相信 那难道这个历史的我的女儿还在我身边吗 这实际上会有这一些疑问 来反思我们对一个大家的一个思考 我只能站在我这一作为画家的角度 找一个很小的一个点 就是借指缘画谱中的化学潜说 来完成这次党金山艺术基金会给我的任务 谢谢大家 有提问环节吗 有啊 有的 有提问环节就可以提问 什么都可以问 有需要提问的可以举手 这里解开您的静音 或者是留言也可以 我这个回到我的视频 回到这个原来的腾讯怎么点的 等我看看啊 回到哪里 回到这个腾讯的放营功能 我现在就在PPT上 没事我就对着这个PPT吧 有人提问我就就借这个网上 借这个机会聊一下 张姐 王老师讲的太有深度了 所以大家都不敢问 没有深度 王老师很辛苦啊 不但准备演讲 还帮我们准备了听众啊 那肯定 那肯定 因为很多同行就是院校的 大概我们乱发朋友圈 朋友圈上有些同事 有些朋友同行看到了 他们居然发到了 他们学校的研究生群里 最后有人说他们的研究生 本来要去讲座的 特别那个哈尔滨师班大学 本来暑假要去的 没有弃成 最后变成了 今天来给我捧场了 大年课大的系主任 也问我要了您的这个 讲座的链接 然后就请他的学生们 就进来听了 谢谢大家 大年课大的同学朋友们 刚刚我看到一个问题 有一个朋友问 就我怎么看 那个 那个现在国展的山水 就是全国美展的山水 实际上就是 全国美展是有它一个基本要求 就是 就是 整体说是没有功劳也得苦劳 就是你都画的满满的 这个 那么在这满满的情况下 又都画的好 就是又要有笔墨 又要又要又要有丰富性 这个是主题唱作的一个 一个要求 实际上我有另外一个 准备过一个讲座 就是关于中国化的现状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实际上有 有那个 前苏联的一个传统 就是主题创作的传统 我们看为国战争时候的 那个主题创作 实际上在50年代初 1949年以后 当时全面学书 和包括我们现在的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叫文艺服务于政治 等等等等 这种文艺政策上面 交替在一起 和艺术的多元化 交替一起产生的 全国美展的 这个现状 实际上这个可以放在 另外一个话题里 可以去讨论的 那么但是 全国美展好的话 放到我们今天讲座的 这个化学潜说所讨论中国话里面 肯定是不相违背的 不是矛盾的 就我经常担心的是 我们把某些东西矛盾起来 其实它不矛盾的 这是回答当前面有关 那个全国美展 怎么看的这么一个问题 趁年轻多参加全国美展 最好得个奖 这样因为它体制认可 这个展览 年纪大了 能不参加也就不参加了 我能看到屏幕的 不知道还有问题 在留言 在聊天里面 还有 目前国化专硕发论文和创作很茫然 有什么建议 这个我在去年 我们中国美院一个研究生学术周的讲座里 实际上我当时聊到这个话题 后面澎湃新闻 把我整个讲座稿 全文 全文发的 当时 这位朋友 你可以搜索一下 王黎 那个 王黎题目是 未来学术的底色 我里面讲 主要讲到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论文发表啊 实际上非常糟糕 糟糕是什么呢 是经过了前几年 那个特别美术界的论文发表 就是它是 除了极少部分学报和那个专业 好 顶级的专业期刊 没有市场化 其他是卖版面费的 卖版面费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现状 造成了 它 市场 这种市场化造成了那个刊卧的权威性下降 而他因为以盈利为目的嘛 这个 这个是 是 作为一个当代 还愿意面对这个 这个支持 知识 这个知识分子或者是读书人 是感到通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几年 正因为这个权威性下降以后 大家开始不相信它了 市场也差了 这些 有偿发表的难堪 我慢慢慢慢也倒闭了 那么那么另外一个是体制 就是硕士生博士生要毕业 那么最近据说是要发表论文 那么这个时候年轻一代 连老师说实话发表论文的机会都比较少 中国你看核心期刊就这几本 全国的艺术院校教师都要凭教授 凭职称都需要 那么你全统计一下 我经常想 这些 这些主管部门自动这个政策的领导 怎么不找一个人统计一下 就那么几本杂志 再好让大家都要发这些文章 造成了就是堵车现象 那么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 更没有机会发了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开始其他 你看我们今天晚上讲座的屏幕里面 就会跳出来 跳出来要不要发论文 北京骗人的人很多的 我经常接到北京的电话 十个有九个是骗人的 都是好像来自河北等等 什么地方的那种中介机构 最后收了你的钱 最后能不能发还是个问题 这样的电话 我基本上就把它挂了 聊也不聊了 就是发论文 这种机构 其实实际上是 是一个文化堕落的 一个社会现状吧 体制总有一天 觉醒会来管这个的 因为需要管的事情太多 所以说还没有管到 因为它这个伤害性不是太大 我是感到痛心的 为这件事情 我们的群里也有发小广告 我是非常痛心 痛心这件事 那么年轻一代人 我自己分析了一下 年轻代研究生能够发表的机会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 是参加很多论坛 我记得我看到中国美协在浙江绍兴 举办了徐温长 多少周年 然后他有个论坛 论坛里面他就有一个专门的文集 这个时候他是在美术杂志等等 专业刊物上有个广告的 现在因为网络发达 网络上也有广告 那么这种纪念扬州八怪 多少周年 或者学术论坛 我记得去年还有了倪战 无锡座的倪战 多少多少周年 那么他会跟美术杂志合办 或者是跟一些 哪怕不跟美术杂志刊物合办 他会有一个年讨会文集 那么这个时候你年讨会文集 那相对他是欢迎 你只要是年轻的研究生 你写的论文还达到一定的水平 基本上能弱选的 这个是相对容易 但是你要说进入这个院校期刊 那种特别核心期刊 其实是非常难的 就是来我们的讲座的话 经过王老师审核一下 是可以的 对不对 我没有这个水平 这个我是一个业余选手 业余选手 视频号里的 在看直播的人 有问这个问题 说能安排一次狼静山 和华府的学术对照关系讲座吗 作为本次内容的延伸 我的水平做不到 有一点 因为我觉得 就是有一个做不到 还有一个首先在做不到的这个结果里面 就是我在疑问 就是怀疑这个这种工作的意义 因为因为其实艺术创作和艺术学习 实际上特别南京山先生 那个我看了这次为了准备这个 虽然讲南京山先生的内容不太多 但我把南姐提供的很多材料 我利用了几天整个看了一遍 看了一遍 我最大的一个结论是 南先生没有几几摄影 他也是中国摄影史上非常重要的 我只是用我一个画家的眼 那个审美感觉去碰撞他 我觉得这个时代性 时代性他的作品的这种格调之高 他的修养之高才能拍出来的 那么我们很多后面人 假如去学他这种中国画的一种拼贴 你本身的文人画的修养达不到这个高度 你去做一个简单的中国画的这种拼贴 其实得出的一个结果 很可能是俗气 那么我们也去分析一下 南京山之后 那个商业画更发达以后的几景摄影 他们很多人也是说自己受传统中国画影响 还让画家在边上提上字 并不是让一个著名画家提上字 你就是文人画 实际上还是很熟悉的 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到郎静山先生的这种临近 那种安静 那种大方 这种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好像有点过去了 我有点点这个叫做公俄画天宝的感觉 之后我们可能有别的老师的讲座 可能会把我父亲的作品和北宋五代的作品做一个比较 非常棒 很期待 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来自视频号的问题 我看到两岸中国画 因为我也常常去台湾前疫情前我常去台湾 也认识一些前辈先生 前辈先生 实际上台湾那个 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欣赏的就是 就是传统的文化的底子和他们对那个繁体字和简体字 那个繁体字的普遍性和塑板字 它实际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这个仁义理智性或者那种谦让 在那个台湾的公共社会里面 我们体会很深 体会很深 那么还有一个杜海的这些画家 以及那个钱穆先生那代知识人 就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实际上它的稳定性 当然会比大陆经过了文革以后肯定是不一样 那么因为正好大陆在闹文革的时候 台湾那些新儒家提出了一个文化复兴 文化复兴运动 实际上当时老蒋也没有弄清楚大陆在干嘛 那么我们也要干一件什么事吧 有个我把事情简单化讲 那么它的文化这一块 我觉得是需要我们 就是我的阅读能力和我的视野 我觉得只能聊到这一步 我觉得还只需要我们更深的研究 那么还有绘画这一块 其实杜海这些画家 我们现在了解 只了解张大千 黄军碧 江兆生这些 实际上后面还有 还看到好多 傅娟夫啊等 我在台湾的二手书店 这个台北二手书店 买了好多小书 有一个陈定山的学生叫做朱璇 已经过世的一个女才女吧 她写的那个关于中国化的欣赏书 我当时还买了后面找了她家人 后面在我们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 我觉得她其实也就是年轻代学者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研究 还有一个金农评传 我觉得一个年轻学者能写的这个水平 我看到日本的一个学者 上一代学者写的那个金农评传 我就跟浙江人民社的一些领导说 我说你看这个不比那个 那个差青木正啊 所以那类被美术 日本美术史家干嘛不出版 后面已经在出版过程中 那么这种传承有序上面是一个话题 那么另外一个就我们也要看到 就台湾比较早的受西方文化冲击 冲击的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台湾那个一些酒馆里写的那种书法 实际上也有很多乱写的美术字 就我们也不要神话它 那种美术字 就是市民对这种书法的认知 也停留在那种美术遍体的水平 那么这几年我们大陆的书法界 对二王的那种研究 其实那个中年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书家 应该在技术和书法本身是超过 现在那个台湾有好多是用设计出身的在写书法 那么老一辈书法家那种纯粹性 我还看到那个根本没有文化背景的人 写一个唐坎写得非常好 就是那种社会基础 这是两岸的一个我可以看到的一个差异 聊到哪儿算哪儿 是有 各地都有 各地都有 我记得在台北我还拜访过那个哲学的哲学家 那个伟正通先生 哎呀90多岁了 我去看望他以后第二年他就过世了 一个人住 住在家里 整个书房一辈子的书都是空的 他说都捐给大陆的大学了 然后他说我现在看不动了 我都留给大陆的一些爱读书的年轻人了 我这样一个人在家里看着空书架生活也很高兴 然后一些朋友送他的书 他也因为一个读书一个做思想史的学者 老学者 他也肯定阅读习惯 每天读书的习惯都在的 他不可能停止 但是书架是空的 这种人的这种魅力 我内地暂时还看到不多 这题 假如没有问题我们就差不多主持人 这种魅力 好